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Mr.Lo 我今天不是要卖你车 我今天是要告诉你一个 很多朋友都希望我分享的一个东西 就是关于改装RIM 你知道我们买了车之后 有些人就想 你的车跟马路上其他同样的车款 那个RIM一样 想与众不同因此就会想要改装这个RIM 其实这个RIM的改装呢 你是可以改的 只是问题是有些人他害怕 这个RIM如果它改到太大 改到不对的size 它会影响它的舒适度 虽然这个RIM大了 可是它架起来没有这么舒服 然后呢如果这个RIM太大的话 又有撞到轮拱的风险 就是你的10点钟 还有你的2点钟方向 所以要如何避免这个现象呢 我根据以往的我一些经验啊 我用金钱换回来的经验 就是呢我们轮胎改装里面有一个3%定律 什么叫3%定律呢 就是这个轮胎的总直径 就是这个TIA的厚度 加这个RIM的这个长度 整个总直径 原装的这个总直径 跟你改装的那个总直径 不可以差别超过3% 像我们要如何看你的原装TIA的这个尺寸呢 这里会有标明 比如说这个CS5的入门款 它是225 65 R17 所以你要拿到这个厚度的话呢 就是225它的宽度 跨度MM乘以65% 你就会得到它TIA的这个厚度 然后这个TIA的厚度呢 你再加以17寸 convert去MM 17寸你乘以25.4 就会得到它的MM 所以这个相加起来 你就会得到它的总直径 它的总直径大概是724mm左右 所以有些人就会问 万一有些车款啊 它的那个基本款 跟它的性能款的RIM 是不一样的 那么要怎样去做一个参考呢 通常80%以上的基本款 跟性能款啊 它的这个轮拱的位置 是一样的 只要它轮拱的位置是一样的 你就拿它那个最基本款 来做一个标准 比如说CS5它有17寸 跟19寸的版本 所以你就拿这个17寸的版本 来做一个标准 所以这个17寸的版本呢 总直径724mm的话 你加一个3% 大概是746mm 所以这个746mm 就是你改装下去的 这个TIA的maximum 不会破坏它这个工程学 这个engineering的这个尺寸 就是你不可以超过746mm 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性能款 它的改装符不符合这个工程学呢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 Mazda CS5的高尺寸 Mazda CS5的高尺寸 它使用了19寸的尺寸 然后呢 用的代价是25 55 R19 所以这个19寸的尺寸 跟17寸的尺寸 相比起来 大了2寸 所以这个2寸 是不是一个合理的改装呢 我们做一点计算 我们就会算得出 它的总直径呢 达到730mm左右 所以像我刚才有说过 这一个17寸 就是入门款的 那个Mazda CS5 它的那个17寸的 Rim的总直径 是724mm 然后它的3% 就是746mm左右 所以这个730mm的 这个总直径呢 跟746mm的总直径呢 还相差一个16mm 也就是说 还没有达到这个3%的 这个Mazda 所以 这样子的改装是合理的 它只是增加了一个0.8% 所以呢 这个标准要如何去衡量 就是你看我们CS5 基本款 跟这个高级款 它的这个轮拱 的尺寸 是一样大的 所以轮拱的尺寸一样大呢 你就拿它的 最basic的spec 17寸的这个Rim 来加一个3% 你就会拿到它maximum 最大可以改到多少 像如果用着这个225 55 R19的朋友呢 如果你之后 你想要换比较厚的那个Daya 是可以 我也顺便帮你计算了一下 如果你换235 55 R19的话 也是可以用 因为呢 这个235 55 R19 它的总值净才741 所以这个741mm呢 离那个746mm 还相差一个4mm 所以是这个改装 也是合理的改装 然后如果它变扩一个10mm 就是一个1cm 它会有更好的抓地力 所以 凡事都不应该太多 我建议如果你要改装Rim 不要改超过大2寸 因为如果像这个17寸的这个Rim 如果你改到20寸去 不是说不可以 那Daya会变得很薄 然后呢可能你需要 咨询一些轮胎专门店的意见 帮你做一点小改装 这个改装呢 一改下去就是一个无底洞 你改下去你就会觉得可能你的车变重了 然后那个brake不够 然后你又要upgrade那个brake 所以这个东西就跟那个纹身是一样的 你一纹了一个tattoo 你就会觉得身体很像别的地方很空 全部都要一起纹 所以这无底洞呢 我建议你不要陷入这个无底洞 所以我们做一点点改装就够了 今天的分享大致上就是这样 我不是卖轮胎的 我是卖车的 然后如果你想改轮胎 改更大的size 20寸21寸 这个你就要咨询那一个 轮胎专门店给你的意见 然后我这个参考呢 是给你一个guidline 这个3%理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然后你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些知识的话 你可以share我的video 或者是follow我的这个page 还有我的youtube频道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 你可以写在下面的comment 所以呢 改车还是要low budget一点 会比较安全 这个是low budget的短片 你可以叫我mr low 我的影片就是low budget 所以low budget就是我的影片 谢谢你们的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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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